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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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心乱了 身心就乱了 世界就跟着乱了 所以我们这批人今天心不乱 保持好心 正念慈悲 那整个花莲 整个世界会跟着改变 所以我讲这个各位一定要永远相信人会影响世界 所以我们当然都希望别人好 世界好 那你希望别人好 世界好 你要重新做起 你自己内心不清净 世界不会清净 有些人当然对方做错了 是对方错没错 结果你骂对方 你生气了 你反而把对方伤害得更严重 把世界弄得更乱 所以佛教里面的方法很简单 对方黑暗 我给他光明 因为我光明了 太黑暗就消除了 请各位记住这个永恒的真理 所以千万不要报仇 以暴自暴 所以对方要伤害我 那我能够用的就是慈悲 所以光明可以消除黑暗 慈悲可以消除暴力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花莲 这几天大家在听到地震 那既然有地震 所以我们吃素 所以我们放生 所以我们念经 我们保持悲心 这样才是消除地震的夜跟阴最好的方法 当然世间人说 赶快拿钱 当然这个钱是有暂时的帮助 但是你不能自止下一个地震 所以真正的消除地震的阴 就像消除癌症 有些人得癌症 那得癌症的阴是什么 那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贪心太重 称心太重 傲慢 有这个心态 那你这个心态 你当然去找医院 找好的医生 暂时可以停止 但是他没办法保证你癌症不拓散 但是癌症拓散就是来自于你一个负面的心态 所以当然有一个负面的行为为因 比如说你过去大部分癌症都是杀生吃肉来的 这个杀生吃肉的阴种下去了 然后你最近很不高兴 对你先生很不满意 怨气 或是今天有人对不起 你很生气这个圆 然后癌症的果就先起来了 所以那如果你不要给它这个圆 它就像一个种子 你不给它阳光不给它水 它就不会萌芽 久了以后这个种子就消除掉 再加上各位懂得忏悔 所以如果你喜欢发脾气 你可以找一万个理由发脾气 如果你不想发脾气 一万个人惹你 你也不想发脾气 这是决定在你自己的 所以一个人过得快不快乐 身体健不健康 福报大不大 那你要转变你的心 所以叫自归佛 不但自己归 也希望所有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当然心有百千万种心 那是最圆满的心 那就是无上菩提心 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不分宗教 不分种类 因所有众生都离苦 成佛 为了如此 自己要成佛 所谓体解大道 这个大讲的就是世界 与界 没有界限的 我们叫磨合 所以你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 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没有永恒单独存在的 这个世界所有的存在都互相依靠 没有阳光就没有树 没有树也没有土地 没有土地也没有人 没有生命 所以人不能够离开阳光 也不能够离开水 也不能够离开土地 我们不能互相离开 我们依靠彼此 所以万事万物都合为一体 所以叫万法皆空 但是虽然讲空 那这个花 各位都知道 它本来就 在几天就坏了 然后就烂掉了 就变成肥料 所以花 这是一个暂时存在的 因缘何合 所以它叫空 但是 这个花 能够生起来 是要有 太阳 树 矿物质 各种因缘 所以离开这些因缘 包括蜜蜂 这个世界没有蜜蜂了 根本没有花了 没有花 也没有花草树木 也没有人 因为没有花草树木 哪有空气啊 所以 空气是透过太阳 跟这些树 种种的光合作用才有的 所以体解大道 各位要有很冷静的 分析的智慧 那你就不会自私 帮助别人 才是帮助自己 你才会很深深的相信 伤害别人 就是想爱自己 所以体解大道 哇 原来 世界是帮助我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感恩世界 这个母亲 众生 都是帮助我存在的 没有一个生命 没有做过我的母亲父亲 因为 无量式的轮回轮回轮回 所以 一只苍蝇飞到你手上来 他为什么不飞在别人手上 因为他做过你妈 他跟你有缘 所以这个世界 你看得到的 想得到的 都是 就像释迦摩尼佛 有一次跟他的学生阿难说 阿难啊 你看天空那只鸟 你看水里面那只鱼 做过我们母亲的次数 超过把地球所有东西 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可以切成算不完的百千万一片 那只鸟 那只鱼 做过你母亲的次数 超过他百千万一倍 没有一个例外 那这个叫体解大道 这个体并不是在文字上 而是你要深刻的去了解 这个真相 万事万物的真相 而发起了 所以我要对所有众生负责任 我要对所有世界负责任 就像各位 我是花莲人 所以我要为花莲负责任 但是 当然我们去研究一个事情 总有它事情负面的那一部分 但是呢 负面的那一部分 各位不能去批评对方 不能去伤害对方 为什么 你不要你来做呢 是我们没有福报 我们没有尽责任 如果我们累积了很大的福报 那今天院长是换你做 校长是换你做 那那时候你才来说 现在我们只能弥补 弥补 所以这个世界是让我们来弥补的 爱的 就像黑暗的人 你不要骂他黑暗 我给你光明 所以你 你升起称慧心 我给你慈悲心 你骂我 那我称赞你 那就是佛教讲的不恶法门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去排斥对方 就是排斥自己 你去爱对方 就是爱自己 哪怕一个花草树木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啊 我没有钱做功德 我说你去种一棵树啊 就放在山里面 这个树不要被人家砍掉 你对这个世界产生多大的功德 有这棵树的存在 整个地球世界的氧气 就有你的贡献 所以那你只要树活着 所以现在流行绿色兵杖 就是树杖 对不对 人死的不要占土地啊 在那边弄个沓沫啊 让人走到那里 你干脆把你的骨灰做树杖 这个树越长越大 你的功德都还在 你早就升天了 往生净土了 因为你不但不侵犯土地 你还变成一颗帮助 地球世界有帮助的点 所以自归佛 当愿众生 了解佛陀 那佛陀就是因为了解这个大道 这个真理而发起的菩提心 愿成佛 而且已经成佛了 所以要发起这个 为世界为众生 愿成佛的心态 当然佛跟宗教没关系 佛是 耶稣基督也有佛性 Omonium也有佛性 杀人犯也有佛性 因为众生的本体 都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只能分别外表 男生女生大人小孩 甚至我是人他是动物 你的国家我的国家 这个都叫分别像 所以佛教里面 当我们经常念这句话 像我讲那么久 这个叫禅修 就是说你在家里自己念 自归佛当愿众生 你不要念过就算了 你要开始去思维 这句话什么意思 然后我怎么样去实践这句话 所以那你就了解了 生命的意义是永恒的慈悲 永恒的帮助众生 那为了要真实的慈悲帮助众生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那为了要成佛 那你就要第二句话 那叫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那佛就是帮助众生离苦的 所以佛所示现出来叫法 那你要成为佛 那你就要去实践这个帮助众生的法 学习帮助众生的各种法门 那各位现在手上拿了一部 除盖障菩萨修行法药 那既然大家发菩提心呢 那各位要去了解 过去诸佛菩萨 帮助众生的方法 以及成佛的方法 那成佛的方法不是光看佛经啊 做医生 做音乐家 做老师 你都学 就像今天法会 要搞音响 要搞摄影 要搞卫星 要有人帮忙 要有钱有力 这些你都要会 法有两种 你讲世间法 初世间法 世间法我们叫有为法 然后呢 初世间法叫无为法 我们叫世俗替 叫恶地圆荣 你要了解 你不能说我了解菩提心空性 叫你办法会不会 叫你借场地也不会 叫你搞音响也不会 你通通都不会 各位你要学 你一个人可以办一个医院吗 没多 对不对 那除了佛法的道理 但是如何善巧方便 让自立立他大家都要会 所以当然 归佛是为了众生发菩提心 那第二个 那你既然发菩提心 愿成佛帮助众生 那你要归法 那你就要深入经葬 那这个经葬里面讲的就是 自己跟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所以为了要离苦得乐 你要有空性 但是如何把空性交给众生呢 交给众生呢 那你要有善巧方便 所以观音菩萨要变皇帝 要变王子 要变男人 要变女人 要视线成各种的方法 所以各种的形象 这样来接引众生 也让众生正入 无我的空性 所以深入经葬 智慧如海 这个智 智就是分别一切 这是麦克风 那个是荧幕 那个你要 会 会是无分别一切 所以你要以无分别 无所求的去使用一切 这样你就不会干扰 就像我们学校 学校是公家单位 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 不能占为私有 但是也千万不要因为是公家了 我就不太去照顾它 那我家客厅就弄得很漂亮 所以人公共厕所臭得要命 我们家厕所香得要命 那这个就代表人的私心了 所以应该是大众用的更要干净 因为这个跟大众有 我私人了 少欲知足随便就好了 像挪威啊 他们都像纽西兰啊 我经常会注意 这个世界最优秀的国家 最有保障的国家 制度最好的国家 各位你一定要去学 你要去学 这个世间法 但是它是符合佛法的 犯罪力最低的国家 医学制度最好的在哪里 教育制度最好的在哪里 那这两方面 世间法跟究竟的佛法 两个你都要学 深入精脏智慧如海 第三个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那你已经发普利心 你已经找到方法的 那你如何把这个方法 告诉大家 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你要有领导力 影响力 号召力 老实说 古时候那些大将军啊 很出名的 他们都有号召力的 在他们的演讲 可以鼓动奇幻 可以发动战争 虽然发动战争是不对的 但是至少他们有那种影响力 一个影歌星 就算他往生了 我有时候他们叫我看那个 Michael Jackson 还是真的有号召力 真的有影响力 因为他的肢体动作 他的这些方法 这是我们要学的 因为他有影响力 所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那讲的是菩萨 那菩萨你要如何带动众生 开始做善事 不要做坏事 进一步懂得守五戒 就像各位进一步守八万在戒 进一步能够发菩提心 就像阿弥陀佛 他可以同理大众 用他的净土善巧方便 四十八愿度各种的众生 最后都要让这些众生 赐地最后成佛 那这个世界多了很多的佛 那这个世界就少了很多的苦难 所以现在世界上成立了很多 什么基金会 功德会 学会 乃至寺庙都可以 我们最近在美国很努力的推爱心便当 慈悲便当 那跟谁合作 跟一个台湾去的老妈妈 她被她先生遗弃了 抱着小孩子在美国流浪 后来她流浪到洛杉矶一个地方 那边是比较乱的地方 她最后她想到一个方法 以其在那边受苦 还不如我主动帮助别人 所以她开始就自己弄便当 给那些流浪汉 给那些黑道 就几百个人从便当 替他们找地方住 给他们住了 给他们洗澡了 后来她儿子沉寂这个事业 叫王牧师 还会讲中文 那英文很好 所以她现在做得很成功 利用每一个教堂 跟他们借教堂 那我们负责出便当前 但是没办法 每个月 每个礼拜出两三次 我们现在一个礼拜一次 数十便当 结果来排队很多 那规定的比较严 每一个便当要检查过 要至少多少钱品质 这个我想也是个保障 然后就跟他们结缘 但是我想每一个角落 都需要有人帮助吧 衣服也好 便当也好 这还是属于世间的 其实你还要给她一种 宗教的 一种超越的快乐 不管任何宗教 所以我们 虽然我们是所谓佛教徒 但是不要去改变别人的信仰 我们只希望对方 在他的信仰上面 提升一个道德快乐的生活 事实上你今天会 成为一个佛教徒 你已经 累世跑过各种宗教 只是你觉得 不究竟 所以最后你达到 你来找佛法 因为佛教讲的是空无自信 一个究竟的解脱 因为我们从有 而达到无 而从空里面 又利用这个有 所以假设 现在各位是佛教徒 如果有必要 向各位去做牧师 你会不会去啊 应该 有必要 你去做神父 可以帮助更多人 应该 这样子 虽然你是观音菩萨 各位要不要变做妈做啊 必要 因为 因为当地的文化 需要怎么做 我们都要去怎么做 因为 以对方为主 所以这个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那如何影响更多的有情众生 就像我们现在在放生 救流浪狗 救牛 我们救的牛 已经超过多少钱 来 两万两千只 救了很多牛 以后至少 两万两千个徒弟 因为你救他的命啊 那 只要有参与的 这两万两千个牛 跟 这些贫穷的家庭 特别在斯里兰卡 很穷人很多 那穷人一多 送给他一头牛 等于送给他一部车子 这样 然后他就可以生活了 他就可以结婚了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杀 那在西藏也一样 我们也救了很多牛 但是没办法 他养得很齐全 然后这些牛 他们还在为他们产牛奶 但他们绝对不会杀他 他们会养到这一只牛死了 然后就拿这个头啊 牛死了以后 然后他们把头交到寺庙来说 他死了 他不会少掉一只的 那至少这只牛活的啦 当然如果能够养这只牛 都不要让他被挤奶啊 那是更好 那是尽力而为吧 但是各位你要跟他结缘 因为陈佛这一条路啊很远 三大二生七节不断的轮回 那要生生世世跟他结善 就像我坐在这边讲 各位你愿意听我讲 这个要多少世的结缘 我早就去皮皮了 你讨厌看到我 我讨厌看到你 听也听不下去 会变成这样 所以凡事都要有素适的因缘 所以各位要 佛教的生命观很好 不是这一事 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讲 可以容易接受 特别我们出家人 没有自私的爱情 执着没有 今天就让我这边上课完了 海涛法师坐车回台北 撞在死在路边 OK 很平静 因为什么 生命继续努力 要么往生净土 要么资格够 马上又趁愿再来了 那生命轮回到什么时候停止 除非这个宇宙世界 已经没有生命在轮回 我们的生命轮回在停止 所以各位你要有这个观念 远光要看得很远 你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动作 都要看得很远 不要一时之气 跟对方结恶缘 那他会障碍你的 所以随缘消旧业 什么随缘就是说 当你碰到逆因缘 无论如何 那你都要修忍辱 你都要忏悔 今天有个男人很喜欢你 你要随缘消旧 要忍 不要有男女问题 不要贪心 也不用生气 所以一方面 把这个恶因缘消除掉 二方面要广结善缘 因为你不跟他结缘 你将来怎么度他呢 所以各位 布施 布施很重要的结缘方法 爱语很重要的 你除了布施 还要讲话 赞叹他 讲好听的话 还要做模范给他 例行 还要体悟他的痛苦 同事 那叫试色法 色法就是你要 你如何去色化众生 引导众生 所以各位听我讲那么久 念个三规要讲那么久啊 同样的每一句话 这个在佛教里面 这个思维很重要 每一句话的思维成为你生命的力量 所以那你的生命里面 就不按照这个法 这个轨道在走 所以抓到法的人 那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了 是不断的在前进 对你的外表来讲 生老病死活十岁活一百岁 那这个随缘吧 就算你投胎做一只狗 那你也会去帮助其他的狗 你也不会去伤害到任何生命 所以释迦牟尼佛做狮子 是吃水果的 释迦牟尼佛做过蛇 是吃草的 为什么 因为对他的生命来的 外表只是暂时的 但他只是利用这一只生命的像 继续在行菩萨道 在度众生 所以讲到这个 各位要开始改变你的个性 不要太孤僻 不要太脾气不好 你要跟人家合得来 要忍辱 所以 因为对方再怎么坏 他的本体都是好的 佛性 大波尼盘基因是 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世界 有做不好事的人 但是没有不好的心 这个人做坏事 再大的坏事 他也有善良的一面 所以 虎毒不食指 一样的意思 只是因为老虎跟羊 是对立的 外表是对立的 所以他会去吃羊 羊要被欺负 但是如果羊变成老虎 那就不会了 所以 人有左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同类的才会在一起 不同类的 想把他赶走 所以为什么你要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达到万法的平等相 花等于我 我等于花 男人等于我 我等于女人 大人小孩 黑人白人 事实上 如果你去检查DNA 你出生在欧洲过 你出生在中国过 你出生在菲律宾过 原来那边都是我的家人 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换一件衣服而已 没什么好分别的 那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这个叫智慧 以后思维以后产生行动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所以发普利心以后 各位要开智慧 了解帮助众生的方法 进一步你要以真实的行动 去同理大众 你要去接触众生 而且无障碍的去同理大众 大家都能够河南慎重 能够追求真理之道 能够清净善知识 那要把这三句话 成为你的一种生命的依规 不离开三宝的教界的 也不离开菩提心 空性大背心 去做一切行为 所以那以这样的依止 所以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样供花 你也怎么样讲话 所以我想一个出家人 一个佛教徒 部分大家出家 一个道场 他就是要 道场没有成功跟失败可言 他是在这个生灭的过程里面 表达一个真理 就在生老病死的过程里面 表达一种思想跟行为 释迦牟尼佛也生过病 释迦牟尼佛也被毁谤过 释迦牟尼佛最后也离开了我们 涅槃 但是他留下这个制度 这个法 而且这个 这个法是我们本具足的 只要你 你生起了菩提心 你看到的真相空性 那你就找到你自己了 现在各位把这一本拿出来 那这里面 这部经叫 《除盖障菩萨所问经》 然后这个除盖障菩萨呢 问了佛陀 48种行菩萨道成佛的方法 那佛陀就回答了 每一种十个答案 所以这里面有480种行菩萨道成佛的方法 光这一部经里面就这样了 那各位这480个方法 是你样样都要去实践 你不能说 这个我想做 那个我不想做 那除非你不想成佛 你要成佛叫圆满觉悟 你要具足一切 缺一不可 所以那为什么要这么久的时间 福慧双修 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要全部圆满 当然读这种经典 如果你不想要成佛 你不想发菩提心 那对你来讲太虐待你了 读这个很没意思的 所以佛教里面 一开始是劝人发菩提心 劝 因为众生都是母亲在受苦 你怎么可以舍弃这些众生呢 所以只是你没有神通 如果哪天你有宿命通 原来他做过你的谁 他对你有恩 那你就不敢舍弃了 就像我们不会舍弃 我们亲生的父母一样 你不会舍弃你亲生的儿女一样 因为你了解了 所以因为了解所以慈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部经请来 除盖障菩萨是为我们在问的 菩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众生 那让我们在行菩萨道 既然你发菩提心了 那你如何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那这样你才能够去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那最后呢 让自己跟大家都能够解脱乃至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最好的佛法就是面对众生 帮助众生最浅的 最平凡的 那才是最殊胜的佛法 我们汉传佛教有这个优点 就是说能够帮助众生 我们很快乐 但是这个优点虽然好 但又有缺点 但是却不深入经藏 所以就是很会帮助众生 但是回家很烦恼 碰到逆境了 就心情不好 明星不够看 凹赌赌 然后就是代表自己不快乐 不自在 他只是执着一个善法 我在做这个善事 但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能酷酷的 冰冰的 不太慈悲 所以 因为他坚持这个是对 看不起其他不对 那这样也不圆满 所以 那为了要成就圆满的菩萨道 初开上菩萨为我们问这四十八条 所以我们大家先把这四十八条念一遍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要追求的目录的地方 大家一起念 如何成就广大心 如何成就清净心 如何修行如海 如何成就随应变才 如何成就要说变才 如何成就欢喜变才 如何成就信顺说法 如何成为说法之师 如何善解法界 如何修得空性 如何修得无愿 如何修足词无量 如何修足悲无量 如何修足喜无量 如何修足舍无量 如何不忘失菩提心 如何修得宿命通 如何不离善之事 如何远离恶之事 如何不受世间法染污 如何成事供养如来 如何修余且行 如何善知试法 如何得生净土 如何不受胎生染污 在家如何行出家法 如何清净吟生 如何生起净性心 如何善解世俗地 如何善解圣意地 如何善解十二因缘 如何自我观察 如何心无疲验 如何奉行佛教 如何能得和颜悦色 而无忧愁 如何具足多文 如何射受正法 如何成为法王之子 何以能知有情心意根性 如何帮助众生 如何能过胜乐生活 如何修四射法 如何修四射法 如何能得端正向好 如何能为众生所医治 如何能为众生之大要素王 如何勤修福行 如何迅速成就佛国 所以每一条都很重要 那你要圆满菩萨道 如何最后能够成就佛国 如何帮助众生 就算你是个居士 如何经营世俗的行业 那这在家人如何正得出家人的修行的方法 那出盖章菩萨为我们所问 所以我现在就从比较简单的 就跟各位比较有关系的先研究 请翻到103页 如何清静 那像各位必须要赚钱啊 要生活啊 那怎么样去做 就像各位今天依教奉行 按照佛的教法 那怎么去做 那部分在家出家 我们念一下 菩萨如何奉行佛教 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能行一切如来教赐 何等为时 一则勤修不放异行 离诸放异故 二则具善律移 身不行恶故 三则具善律移 予不行恶故 四则具善律移 亦不行恶故 五则恐为他事 尽断诸恶故 六则说如离语 离非离语故 七则宣正法语 离非法语故 八则离不善业 修善业故 九则常于如来教中 不说过恶 离诸烦恼会恶独故 十则随顺守护 如来正法 防御一切不善法故 好 简单解释一下 菩萨若修十种法 能修行一切如来教赤 那你就是真实能够异教奉行 就是做一个听话的小孩子 从接受如来教赤 进一步成为佛陀的儿子 后面讲如何做法王子 做法王子是对佛最大的贡献 佛啊 我愿意将来成为你的慈悲心的儿子 将来成佛度众生而在努力 那是最大的贡献叫法王子 那一开始从基本的开始做 一者勤修不放异行 离诸放异故 什么叫放异 有些人每天很认真在赚钱 很认真在打电脑 那个叫放异 为什么 虽然认真 却跟解脱乃是利益重生 没关系 那就叫放异 所以 那我们要勤修不放异行 就是不离开法 乃至能够解脱帮助众生 做该做的就对了 所以离诸放异故 今天我这个出家人跑去谈恋爱 跑去懒惰 那就是放异了 我不喜欢打坐 那也是放异 我不喜欢读经 因为你读经脸 你打坐 你才会开智慧 这是你该坐的 你不能说 对不起了 放生找我 其他我不想坐 那这样对你不好 你还是有放生的善业 善法 那是你所修的 就跟福慧圣业 没关系 所以同样受一个八万宅界 除了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那各位要保持这样做 在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广修善行 那这样去做 就像今天各位 点了一万灯 供了一万水 然后刚刚又供了五千水 这样就一天之内 我们的供善业 一万五千杯水 那这一万五千杯水 我们就可以回向给众生了 明天你去看一个人 嗡好嗡回向给你 晚上你去看一个病人 嗡好嗡回向给你 然后等一下六七点 他们还要去附近的魂牧区 又把今天所做的功德 带到那边给他们 当然一个魂牧 代表所有的魂牧 所以所有在魂牧区 只是说魂牧区 医院 屠宰场 让我们比较容易 生起悲心处理心 这个住院 你在家里客厅就没那么认真了 所以今天因为有八万灾界 大家至少比较认真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那当然也可以修很大功德 但是跟我们这个 供善业合起来就不一样 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在家里 供一万五千杯水 点了一万盏灯 做这么多的善业功德 所以要勤修不放异行 就是不能随顺贪嗔痴的 要随顺出离生死 要随顺大悲心的 这些你要紧紧去做 所以不要去忙 不应该忙的事情 就是世人共忙不及之物 都在忙那些跟解脱生死 跟利益众生没关系的 都是自私一间厨 两间厨 三间厨 那就死了 逮换又漏完了 再见了 那你死了 这三间房子要干嘛 你赚了几百万要干嘛 然后就像女人一样 爱一个男人 生三个儿子 然后死了 留了一对造业的在那边 痛苦轮回 但他认为说 这就是如此 所以生命鱼痴就像那个鲑鱼一样 我要去 我要一直腻水而流 然后我就可以生而易女 然后就死了 但是有一个错误的一眼 让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生命观 那所以虽然我们努力 那是努力的不失 但是要符合智慧 要深信因果 恶者聚善利于生不行恶故 就像今天 我们的身体不要伤害到别人 杀身偷盗 邪淫 身体也不要懒惰 爱染 遂高广大床 行男女 所以要聚除好的戒律 威仪 三者聚善利于 不行恶故 那各位 既然你说你是佛教徒 那就不要骂人 不要骗人 而且你讲的话 都是为了鼓励别人 而且引导别人 安慰别人 这是佛教徒该做的 千万不要 因为我在台北时间蛮多的 台北佛教徒很多 而且我到世界各地也很多 很有钱出名的佛教徒 哇 但是都很怕 那我们这个叫睡喊 那有时候有很慈悲的 但是也有那种很骄傲的 讲话很蛮横的 看他老大 那这种现象 虽然他是冠名佛教徒 但是对人家印象不好 同样各位 你是佛教徒 那你儿子犯错了 今天你儿子又犯错了 你手帮忙再接回家 不能骂人的 不能骂人的 今天你要以佛教徒的方法 去引导你的小孩子 引导你的学生 引导你的同事 而不是用一个不高兴的脸 一个不好的语气 所以要聚善于 与不行恶故 对方已经做了一个恶事了 结果你还骂他 你造的恶比他还大 那你以为以恶来降服恶 那是错的 所以你要做好的给他看 骂人不能解决问题的 微笑交谈和谐 可以解决问题的 而不是用暴力的方法 是者 聚善于义不行恶故 就内心里面不要贪嗔痴 抱负嫉妒这样 五者 恐为他是 禁断诸恶故 轮回很苦啊 下辈子 这辈子投胎做人 下辈子不见得有做人的机会啊 人生难得啊 不是死的就做人 你要做人 那你要守五戒 那你要布施 不然你还没有机会做人 所以要断出世间的 二世 不然会影响到你的后半辈子 来世 六者 说如离语 离非离语 所以讲事情 不离因果 不离因果 轮回的观念 不离断恶修缮的观念 所以各位 对好好多读一下地藏经 所以今天送给各位 下回我们就印多一点 各位就送给你亲戚朋友啊 广为推广 因为世间人 必须从因果轮回教育开始 从孝顺开始 特别清明节 要说符合因果佛法 符合慈悲的动机正确的 七者 宣正法语 离非法语 这个法当然符合空性因果 而且对对方有帮助了 第八者 离不善业 修善业故 那我们大家要修十善业 不要造十恶业 申口义 九者 常于如来 教终不说过恶 离足烦恼 惠恶独故 那我们成为一个佛教徒啊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五着二世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乃至升天 那千万不要去批评 所以不说过恶 不要去一直去讲别人的缺点 那这样才能够帮自己跟众生脱离这种烦恼 离足烦恼惠恶独故 一个佛教徒很喜欢用莲花来代表佛教徒 清净无污染 而且散发的柔软香 这种表法在一个垃圾肮脏的地方 却有一朵清净的莲花 那我们讲话做事要如此 使者随顺守护如来正法 防御一切不善法固 那既然佛法那么好 那我们要护持正法 让这个世间 让别人看到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我们要去守护它 所以不要有这种派系的分别 到泰国到缅甸到斯里兰卡到不丹到尼泊尔 他们有他们修行的方法 我们不要去改变对方 但是我们去护持对方 因为对方能够守五戒 对方能够守八幻灾戒 虽然他们不追求成佛 但至少让他们解脱 那佛教方法 就算他将来证阿罗汉 哪一天也会发普利金呢 你不觉得吗 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多阿罗汉 为什么阿罗汉还去极乐世界干嘛 因为阿罗汉一出定以后 他就继续轮回 所以阿罗汉只是一个暂时方便说 因为释迦牟尼佛一开始针对那个要 因为印度修苦行的 修苦行就是不要脱胎做人了 所以要脱离轮回 那佛陀先随顺他们而说 那问题是阿罗汉正阿罗汉 露灭了 他并不是生命不见了 他这个定到一个阶段 一出定又继续轮回 所以最好的方法 他们就会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以后 不退菩萨为伴侣 慢慢慢慢训练他们 究竟法华经最后才讲 佛法只有一称法 就是众生皆可成佛 这才是唯一的一称 讲到小称法只是方便说 所以究竟成佛 那才是最重要 那所以我们要去守护所谓 所有佛陀的教法 然后防御一切不善法 所以各位有点要注意 因为现在网路很方便 每一位修行者 他有个人的观念 他的观念不究竟 他就会说这个才是佛法 那个不是佛法 大称不是佛法 密宗不是佛法 什么什么 这些你要很小心 但现在就是末法 就污染得很厉害 因为公开了 公开了以后 谁都可以发表 那你发表以后 有些文字很漂亮 图很漂亮 那里面就不是正法 偏偏现在人很容易被勾引 很容易被勾引 然后呢 就会走入不正法 所以我们要去弘扬正法 守护正法 这样就是来供养佛陀 放过来 菩萨如何能得和缘月寿而无忧愁 各位民后看看 和缘月寿 无忧愁 你不要受得很难 因为你发现这个事情很难 那个叫被污染了 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 但是你要越来越精进 越来越有希望 不要被他退转 所以一个相很重要 一个人修行要修行的相貌 和缘月寿 快乐自在 高兴看到别人 而且很希望跟他交谈 就是希望有机会把佛法给他 而且还要知道对方的根气 所以修菩萨道还要修到他心通 知道对方的心理 还知道对方是什么根气 还知道对方是过去是什么 叫宿命治 前面都有写 这个都要修的 因为你要做这个菩萨 就像一个中医 来 看你面就知道你拍什么 然后再给你按麦一下 好厉害啊 对不对 那腰痛怎么按你也知道 肺不好按你也知道 火气大 什么水多 人家这个是学来的 经验 所以做过菩萨 各位要查原观色 自己要一个好相貌 而且要查原观色 知道对方如何如何 那这些都要修的 来 念一下 菩萨如何能得和颜悦色而无忧愁 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得面貌稀疑喜悦和乐 离诸贪修 咒眉修而忧愁之意 何等为时 一则诸根圣庙 二则诸根清净 三则诸根无缺 四则诸根无垢 五则诸根洁白 六则远离称慧 七则远离随眠 八则远离残服 九则远离结恨 十则远离愤怒 所以各位现在就要开始让自己六根 就像你洗澡一样 穿衣服一样 剪指甲 头发 你都弄得很整齐 而不是一种爱漂亮 或是不管它 这都不行 就像我们出家人 我不理胡须 不庄严 因为你该什么外表 你就算什么外表 有些人说 卖体多方便 像我都很羡慕 锦尼都卖体 哪一天会变达摩祖师 所以那问题是 人家是闭关显现的像 那我们没有在闭关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六根弄得干净呢 所以诸根圣庙走路也好 眼神也好 手 你的手拿东西 你都要学 怎么样拿碗 怎样拿筷子 这些都要具足庄严 因为你做一个菩萨 不是说我喜欢穿那个 我喜欢你既然要穿衣服 那就要断装 这一点要注意 各位一定要有老师 要有好朋友 你要穿衣服 走路 我这样可不可以 我这样做 这样站 在任何的情况 都要减点 而且不会妨碍别人 二者 诸根清净 我们叫六根 就是眼睛不乱看 耳朵不乱听 就像各位 生根今天不散乱 三者 诸根无缺 那当然做个菩萨 你不能断手断脚 断手断脚 也不能出家 那当然 如何让自己 诸根无缺 那当然你要守好戒律 而也不能损害他 今天我把眼睛挖掉了 人家就觉得不庄严 让人家看到 会觉得可怜 不舒服 所以 这一点 今天就算你牙齿不好了 那你要把它做好 第四 诸根无垢 那就污染的意思 执着吧 武者 诸根洁白 这个洁白就代表 除了清净 还让别人感受到 舒服 就像你衣服穿得很干净 你头发洗得很干净 六者 远离称慧 不能生气 所以如果你要 希望你的面貌看起来 微笑 庄严 让别人感受到快乐 那你不能爱生气 爱生气 这人 这人 俗叫 这人 老板子 他都没笑 了解 所以他就 脸凑在一起 所以 一定要 心中不能有这种 不高兴 生气或恨 各位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有些人虽然修行 甚至出家 他对过去的某一个事情 耿耿于怀 那你 你这个心念这样 虽然你在修行了 吃素了 但你这个心念造成 你的像就是那个样子 因为像有信生 所以你要全然的放下 没有人对不起我们 只有我们对不起众生 如果我们真的成佛了 我们就可以度他 帮助他 所以 不能有所抱怨 妻者 远离随眠 什么叫随眠 就是你还会生气 你还有欲望 等他来 事情来了 那你就发作了 随眠就像 就像种子一样 你这个贪嗔痴 傲慢的种子 随时都在 等着发作而已 就像这个蛇 就平常不咬人 但是碰到事情 他会咬人 所以各位 你不能说 我碰到那个逆境 然后我就要开始抱负 我就要抱怨 那这样 你的外表就 令人讨厌 看你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你内心有负面的种子 八者 远离 残扶 就是你 跟他说 蛤蛤蹄 你一定要那个 你一定要那个 我不要那个 那你这样执着 那你的像就不庄严 给人压力 再来 远离结恨 不顺境 那我们就不高兴 结就烦恼结 然后就 顺我者仓 逆我者死亡 所以有派系 有些人就这样 有些人就 你拜我 对你好 派别的法师 我对你不好 就有这种分别心 搞派系搞对立 那这样你的像不好 给人压力 死者 远离愤怒 你要生气 有一千个理由让你生气 你不想生气也可以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气也是笑笑的 笑笑的 我觉得我去外国 我发觉还不错 外国人是 你眼睛只要看他一眼 他马上笑 哈啰 很少不笑 只要外国人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中国的都不笑 那就是我们来自中国 笑怪怪的 所以你要改变 因为你到那个社会 那你要觉得 人家的好要 要学打招呼 说哈啰 对不对 关怀一下 那这是一种亲切 而且这里面 一个男生看女生 他不觉得说你是看 那我们 我们华人 看你拍谁 对不对 怕对方乱想 对方没有那个想法 但是你不要看到外国小孩 顺便给他摸一下 那是很不礼貌 外国人要跟你拍照 也会跟你先问一问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种文化修养 所以简单的说 做一个菩萨 就像各位 你看每一个佛的脸 就是这个意思了 面向西 离出平处 就是每一个佛的脸 那我们看起来很好看 那基本上 他要圆满这十点 那各位 你要把这个十个 当做你的戒律 那或许我没有解释的很好 但是基本上 就是六根清净 不要有负面的情绪 这样就对了 那你要随时拿着镜子 镜子看自己 所以站在解脱道 八观再见 也不能照镜子 站在菩萨道 八观再见 你要照镜子 你今天穿的衣服 有没有庄严 今天海青有没有打好 今天脸像有没有好 就像各位看电视节目 这个人要上台唱歌了 他就会一直照镜子 很紧张 对不对 他就希望表达到一百分 他的眼神 如果他还紧张 眼神也会表现出来 所以内心的层次很重要 所以由内而外 这个菩萨应该如此 请翻到五十二页 那大乘佛教最重是慈悲心 所以当然 做个菩萨要慈悲喜舍 四五两心都要具足 那我们今天就念念 悲无量 如何做到悲无量 什么才叫悲心 念一下 菩萨 菩萨如何具足 悲无量 菩萨若修十种法者 得悲身具足 一者见诸苦恼 无救 无依 无归去者 菩萨建议发起菩提心 二者发菩提心以求所得法 三者 利苦勤求 得法成疑 不为友情做大利益 四者 奸贪友情 另行不失 五者 悔戒友情 另持境界 六者 称心友情 另修忍行 七者 懈怠友情 另发精进 八者 散乱友情 令主定心 九者 无智友情 另修智慧 十者 菩萨为利有情故 不宜艰苦坏师 退转菩提圣行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次第来修 大悲心 无量就是大的事 没有范围 没有条件 而且 深深事实 修悲心 那这样呢 如果这样 那你就成就了悲声俱足 这种慈悲的形象 慈悲的功德 第一个 见诸苦恼 无救 无依 无归去者 菩萨见以发起菩提心 那各位开始练习 今天你到一个十字路口 看这么多人走来走去 那你要看到他们都想哭 那什么 他们好可怜 不知道在忙什么 追求金钱 追求欲望 做生意 然后嘴巴还正在吃着牛肉 吃着鱼 动物也可怜 他们也可怜 他们身上的父母祖先 一定更可怜 所谓苦 那就是没有正的空性的 还有贪嗔痴的 他必定苦 无名 贪爱 一定轮回苦 所以见这些苦恼 却找不到救护 无救 没办法医治 然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因为他要堕落恶道 菩萨见以发起菩提心 所以念下来 愿地狱到众生 恶鬼到众生 动物有情 找得脱离三恶道 往生净土 愿人类有情 阿修罗道有情 天道有情 身信因果 发菩提心 追求成佛 那你要对所有的众生 你要去观修 而且去看着他们 所谓菩提心早上讲 那是一种慈悲的责任 我一定要为他们而成佛 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 为他们 就像阿弥陀佛成佛了 就像药师佛成佛了 他有方法来救度众生 阿弥陀佛用四十八大运度众生 药师佛用十二大运度众生 让他们脱离轮回 所以菩萨看到这个五卓二世一切 那你要发起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以后 那你要累计之两二者 发菩提心以求所得法 那你要去实践圆满菩提心的这些波罗蜜 三者利苦勤修得法成义 那你既然发菩提心 等一下 发菩提心到圆满菩提心 有五个阶段了 在辈子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民心菩提 出道菩提 圆满菩提 那你发菩提心以后 你要正空性 那所以你还要一大二生齐齐去 降伏你的贪嗔痴 一方面降伏贪嗔痴 二方面要累积很多质量 所以你最后才可以正的空性 正的空性还要再努力 因为以这个空性不退菩提心 开始又广修质量 普度众生 所以利苦勤求得法 叫菩提心法 不畏有情做大利益 那你要发愿 我要详尽办法让所有的人类 跟非人类的众生 都能够发菩提心 那你这里面你要有他心痛 你要有各种方法 不然你就不知道 他要给他什么法 但是普遍来讲 就是这六种方法 第一个 千贪有情 另行不失 一个人如果千贪 就吝啬啊 不愿意不失啊 那他将来就会贫穷 没有钱 没有福报 所以你爱他不是光给他钱 除了给他钱 你还要教他离开千贪 而且行布施的方法 不然我多少钱给你都不够用啊 永远没有福报 所以你要教他怎么去布施 而且他没钱布施 文书菩萨 那我给你钱 你去布施 点灯 放声 做施食 做什么 你要让他去做 他才可以脱离 这样 所以一个人会穷 那就是因为他没布施千贪嘛 吝啬 那各位要开始练习 不要吝啬 不限得花钱 钱有钱的功德 嘴巴做称赞别人 多讲好话 多微笑 但是大部分人唯有注意到 那些有钱却用不到钱呢 那就是可可 这样 不厚道 所以 那这样以后 他虽然有钱用不到 然后不自在 那各位你要教他怎么做 当然你要教他怎么做 首先你要做好 如果你不做好 他才不会跟你学了 五则 悔戒有情 令辞境界 一个人要是杀身偷盗 破戒了 他就会堕落伤恶道 现世就会有很多灾难 生病 不顺 那我们要接近他 引导他 然后呢 能够让他也守戒律 帮助他 所以你要有耐心 善巧方便 慈悲 就像我以前常去监狱 讲讲讲讲讲 讲到对方也守五戒 守八观戒戒 讲到对方愿意吃素 懂得帮助别人 懂得忏悔 那你要花很多时间 当然现在时间不够 那各位给他一些书啊 那是他愿意看的 要想尽办法 告诉他 破这个戒会怎么样 守这个戒 就像早上讲了 八观戒戒的功德 杀身的夜暴 这些要讲得很清楚 六者 称心有情 另修忍行 爱生气的人 生情有两种 表现出来了 更放在里面 表现出来了 那就 显现那个象跟语言 然后压在里面的 就像你做人家媳妇 不敢说 不敢说 那你就很会咳嗽 因为压就伤肺 肺气 不顺 所以 然后就会内分泌失调 等等 所以 那你要 你要想说 那我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有一个强烈的自我观念 称慧心 所以你要安忍 借着这个机会来修大功德 也来征服自己的我职 要修忍行 七者 懈怠有情 另发精进 修行佛法是 我如何赶快能够去接近更多众生 接近更多善知识 要想尽办法 要让自己早一点成佛 所以不能以少为多 我 我就这样过得很自在 那不行 只要有一个众生不自在 你就要为他而精进而努力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老婆在拍拼 我们整天装来装去 就要跟他抄 希望照顾他 现在我们老婆出的 我们都不去拍拼 这个就是懒惰 为什么这么多 医院的人 你还可以帮助他 甚至 就算他不听你讲 那我在 每天我要跑到医院 送一部钥匙经 回向给他们 念个钥匙以轨 替他们拜地藏经 有机会 我都该恭维 现在有很多安宁病房 心灵病房 那我们要跟他们结缘 所以要令发精进 精进去布施 精进去持戒 精进去修忍辱 爱语等等 八者 散乱有情 令助定心 这个散乱就是被环境影响 容易打喝水 容易起心动念 不能专心 那各位要练习打坐 当然打坐 超精更快 超精很容易专注 精行禅定 乃至观想持重 然后你要安住在这种禅定的心态 九者无自有情 就是没有智慧的人 那你要引导他修智慧 看经典 超精 思维 也就是说 我们了解了佛法以后 菩提心的教法 那我们要用六度波罗蜜自立立他 所以最后 菩萨为立所有友情 友情像树不是友情 所以有人会说 你们吃树 那你就砍树啊 那也是沙僧 那个花草树木水果 不是友情式的 它没有痛跟不痛 但是一只一只鱼 一只狗 一只猪 它叫友情的 它会痛 会恨的 会轮回的 所以菩萨为利益所有友情 所以为什么不讲人呢 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对也是错 人间佛教 非常有道理 但是不能因为人间佛教而舍离了 对动物 对其他无形众生的关怀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不然呢 这不是菩萨道 我如果只针对人在建立佛教 那这不是菩萨道 这个有我像 人像 有众生像 他看不起其他众生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行菩萨道 对六道众生都要平等的关怀 不能只执着在哪一方面 当然你要忙忙不完了 忙不完了 你光盖老人院你就忙不完了 但是你不能说 我老人院我忙不完 我没办法时间救里面流浪狗 我没有办法时间去放生超度 这个假如不对 因为你要忙忙不完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心态 对六道众生是要平等的关怀 不能偏一边 所以菩萨是为利益所有友情 不以艰苦坏失退转 菩提盛行 或者说我怕太麻烦 就像我们现在养猪啊 养狗啊 鸵鸟啊 然后还超度所有无形的 都在太 是有一点痛苦的 但是你不能说 嫌麻烦 救一只也好吗 救两只也好吗 然后 那狗死一定要超度啊 这些你都不能退转 不以艰苦坏失退转 菩提盛行 就是说你在做的是不是菩提盛行 做世间的善事跟做菩提盛行是不一样 菩提盛行是包含所有众生的 所以我最近也在考虑 听说高雄龙法堂被热令关闭了 那我们也要有一个佛教心灵寺庙 犹豫症造育症都来了 那你要 那你要 现在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做 但朝这方面要去尽力 要去回向 当然也不是一试就圆满了 但至少各个方面都要具足 不能嫌啰嗦嫌麻烦 就不去做 那就菩萨能够具足卑无量 再来九十六页 我们汉人喜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如何得生净土 念一下啊 菩萨如何得生净土 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得生清净诸佛刹土 何等为时一则具戒清净 不断不杂 富无染污 戒行成就 二则行平等心 为一切友情设平等方便 三则成就广大上根 非显少故 四则远离世间明文立阳等事 富不染拙 五则具于静性 无疑惑心 六则发情精净 舍离懈怠 七则具修禅定 无散乱心 八则修习多闻 而无恶慧 九则力根力慧 无按钝性 十则广行慈行 无损害心 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者 及身清净诸佛刹土 听起来有一点复杂 但事实上 站在大乘佛教 各位往生净土 不能以扫之主 往生就好了 往生 那你一定要追求上病往生 因为你要赶快的趁愿再来 回向娑婆普度众生 所以你要这样子的往生 而且你要有资格十方净土 皆可往生 只是你发的愿 在哪里 你发的愿 你一定就会往生那个地方 而不是说 那我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对弥勒净土的修行方法 我就不关心 也不去实践 那这样是伤害到佛教了 那对你自己也不好 因为有一点慢法 有傲慢 或是舍弃 那就会障碍你往生 所以对十方净土 都要随喜 那这里面 菩萨若修十种法 得身清净诸佛刹土 何等为时 一者俱戒清净 就像今天各位剧主八观再见 你所八观再见 那一整天很多戒力都清净 等一下 五戒清净 十善业清净 所以你守八观再见 皈依 五戒 十善业都清净 而且再念一下 八正道清净 那八观再见也要十见八正道 有八正道才有解脱 所以我们要聚戒清净 那如果你守菩萨戒呢 那菩萨戒是 刚刚所讲的一切都要清净 守菩萨戒的人 三皈依 五戒 十善 八观再见 都圆满了 因为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 所以聚戒清净 不断不杂 所以也不是说 我今天守了明天不守 叫不断 不杂就是清净 个个都圆满 富无染污 借行成就 二者行平等心 那愿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 看待世间的一切 各位要有这样子的空性去看一切 所以我们叫三解脱门 空无相无厌 那你要对无常无我去观察 然后进一步变成四无量心 为一切有情是平等方便 所以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随愿 离苦往生各自的净土 但是那你要用什么方法 平等讲的是动机 但是方便讲的是不一样 虽然动机是悲心 这个人修药师净土 这个人是趁愿再来的 这个人是要去不动佛净土 那我们都要了解 所以菩提心 一个修菩提心的人 如果说他坚持 这个才是最好的佛法 那个不是 这个已经离开菩提心了 因为真正的菩提心是以平等心做基础 这个人的根气适合升天 修人天福报 这个人的根气适合修解脱道 都无所谓 先让他升天再说 先让他正阿罗汉再说 但是你对他们都有平等方便 而不是说 就像我有时候去别的地方弘法 他们说海道法师 你不是净土宗的 然后就给我交代一大堆 那我说那我天天叫人家念佛 哪里不是净 难道净土宗就要把所有的都切掉吗 你要以平等心用各种方法引导他 然后最后他回归净土可以 而不是说你只能讲这个 其他你都不要说 那这样你就断灭佛法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净土宗 所以去标榜自己是特别哪一个宗派 有时候是伤害到佛教 是划清界限了 然后这样就不慈悲 三者如何往生净土 成就广大善根 非显少过 所以各位要供花 要供水果 要吃戒 要点灯 要供水 要放生 要吃树 要印经 你什么都要做 你什么都要做 这个可不可以回向净土 可以啊 也可以帮众生得到净土的善根福德 那我想你不能说这个跟净土没关系 那请问今天供一万五杯水 能不能让我们回向净土啊 更大的功德 更可以回向中 所以你通通要做 叫万行无亏 所以各位要成就广大善根 以无贪嗔痴以悲心 什么善业都要做 所以我们 我们到处请人家点灯 放生 食食 供水 不吃杯便当 饲料 各种经典 咒语 造佛像盖佛塔 你不要说 我这辈子不盖佛塔了 佛塔跟我没关系 佛塔是三宝物 什么跟你没关系呢 而且佛塔里面有各种佛塔 对如来八像有八 八像成道塔 而且佛塔有大碑佛塔 有华银金塔 因为这些有妙法联华金塔 这些我们都要随喜的 要圆满 广大 试者 远离世间明文立养等事 富不染着 往生净土 如果你执着世间八法 你不可能往生净土了 所以要我们看清楚世间 而不执着它 因无所住 把这个事情做好 它不执着 所以不要去追求明文立养 你一执着这个 你就去不了 所以各位 这个世间万法 都是空无自信的 所以万法都平等的 你不能喜欢那个 不喜欢那个 执着这个 然后呢 可以放下 不行 你要 就像我们出家 出家要想清楚 出家要想清楚 儿子女儿 先生财产太太 名利你要全部都放下 你出家才有意义 如果你还执着哪一点 那就没办法 因为你 因为你执着哪一点 你把《华言经》都背下来 你也不知道它里面在写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到真相 有这个烦恼障 那你就看不到真相 所以至少你要全然放下 哪怕世间法 五者 具一净性 无疑祸心 那对佛法 对各个净土 各位要有清净的信心 就是信 是往生净土最基本的 六者 发情经济 舍离懈怠 那各位叫 多多的念佛 深入经藏 广修功德 就像你要往生都帅内院 那更要累积八观灾界 共花 诗识共生 那这些都要去做 千万不要说 所谓一心念佛 我什么都不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然后什么都不理他 那这样也不符合佛说阿弥陀经里面说的 七者 具修禅定 无善乱心 那当然我们在做各种事情 所谓禅定就是心不乱的 去做这个事情 念佛也好 诵经也好 你去放生也好 你去做什么善事 你都能够有信心 无疑惑 专义的 去把它圆满 无善乱心 八者 修习多闻 而无恶慧 什么叫恶慧 协慧 这个叫 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佛经 来批评佛教 如果各位你能够深入经藏 像应光大师 虽然劝我们念佛 但是他们对小秤大秤密秤是透彻了解的 那在这点各位还是要多听闻佛法 深入经藏去思绘 才不会 虽然好像很有智慧 很会讲经说法 很会看很多书 但这里面不是真正的对佛教 对你自己有帮助了 久者立根立会 无按钝性 各位千万不要爱打瞌睡 昏沉 不然呢 六根不清净 看不到 感受不到 修一个菩萨道 眼睛要随时观察众生苦 对不对 心里在想的众生需要我做什么 要有这个立根 会呢 会是不执着 他懂的方法 所以 有时候 我都会发觉 有些人 明明东西在前面他看不见 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混沌 有些耳朵混沌 因为听不见 感受不了 甚至心里面杂乱 你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然后你这样就会暗顿 你就就像一个刀子不利一样 使者广行慈行 无损害心 除了不伤害任何众生 我们要想尽办法跟众生结缘 让众生欢喜 如果能够圆满这十条 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 吉身清净诸佛刹土 那各位最好要修到怎么样 就是说 每一个净土 你都可以去 你要有这个资格 因为你随喜每一个净土 就像以大悲心念大悲咒 十方净土 随愿往生 你要去哪里都可以 因为这样你就能够告诉众生 圆圆满满的 各种根基 这个人适合修什么 那个人适合修什么 千万不要 所以我喜欢弥勒净土 我强迫别人都喜欢修弥勒净土 他认为弥勒净土比其他净土好 这个想法是不好的想法 翻过来就是事业 那我们虽然懂佛法 那也要了解世间的不圆满 怎么样让它圆满 所以你不懂世间法 那你出世间法对你也没用 我们学了佛法是要来帮 就像医生研究医学 是要帮助病人 你不能每天一直在研究医学 和舍弃病人 病人有各种的病 病人有各种的个性 然后病人的家属如何如何 这个你要了解 那因为你学佛法是为了对着他们 所以还是要善知事法 你一下 菩萨如何善知事法 菩萨若修十种法则善知事间 何等为时 一则见高聚人能自卑下 二则见我慢人能离交慢 三则见禅取人能立正直 四则见妄语人未说实语 五则见恶语人未说爱语 六则见粗猛人起柔软相 七则见惠恶人能多忍辱 八则见毒害人未起慈心 九则见苦恼人未生悲悯 十则见监令人未行不失 所以做个菩萨就是要帮助别人 帮助各种的境界 你不能说我是念佛 我不会种树 树也是树上负责多少有情 土地有土地神 水有水神 那你 当然这里面讲的是死法 但是世间的一切 所以佛所叫世间解 佛所对世间的一切通通了解 而且懂得是调育他 叫调育丈夫 而且让世间所有各种根器的众生 能够得到出世间法 但是不舍弃这个世间 所以有一句话叫诸佛接触人间 这两间是你不能脱离这个世界 你脱离世界 对你来讲成佛也没意义 所以菩萨要以善心乃至善巧方便 了解世间的一切 我们去看报纸了解国际社会 是一个悲心这样而已 以及了解那个夜报 那你不关心他 你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用什么方法可以对峙他 所以各种经典 各位佛法的力量很大 一个人如果发布菩提心 可以影响整个国家世界 你要了解 因为这种心灵的力量不可思议 可以影响台风 可以影响地震 可以影响很多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 因为心灵的力量 所以这个心灵的力量 也不是说光当下他要因缘和合 那就是波罗蜜 无上菩提心所修的波罗蜜 你去祈愿 所以菩萨要祈愿 祈愿他就会埋怨 就会改变人事物 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 善知世间一切 何等为时 一者见高巨人能自卑下 那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对峙他 这个人骄傲 那我很谦虚 那除了不让他造福 起烦恼 我还可以引导他 因为高傲的人看到谦虚 他怎么会那么谦虚呢 就像释迦牟尼佛 度骄傲的国王 残暴的国王 佛陀用忍入慈悲 就度了那个国王 国王一改变 整个国家就改变 国王就下命令 从今以后不准再有人打猎 对不对 从今以后大家要尊敬出家人 所以国王甚至 归三宝 护持佛法 所以对不一样的人 你怎么度他 二者见我慢人能离交慢 所以你看到别人傲慢 那我自己千万不要傲慢 然后也让这个骄傲的人 看到一个不傲慢的快乐 所以懂了世间 也有处理世间 而不是你骄傲 我比你更骄傲 三者见禅取人 能立正直 所以一有黑暗 我们就能够显现光明 所以菩萨叫应现 应现 用什么方法 所以佛陀度漂亮的女人怎么度 佛陀度丑陋的男人怎么度 佛陀度奴隶怎么度 佛陀度杀人 央介莫罗怎么度 佛陀度妓女怎么度 那佛陀要显现 显现跟他一样 然后再度化他 所以见禅取的 也就是说 上面这十项我们都不能做 虽然世间有高傲 我慢禅取妄语 但是我们要站在真理 唯有真理可以度他们 你对我暴力我用慈悲 试者见妄语人未说实语 你用实语 就像各位布施一样 刚刚我们布施 有人布施我们也会跟着布施 你越布施就让别人也可以舍离千滩 他也会修布施 所以见妄语人 那我们要做真实语 但是又不被他的妄语 所启发 这个人妄语 我不跟他讲话 我不理他 那不行 那我要用真实语 让他看到 讲真实语就很快了 不要用心机 要用菩提心 用菩提心 你就不用用心机 你用心机 就代表你福报不够 也不相信别人 那你用菩提心 就有福报 那你干嘛去攀缘呢 意思就是叫对治法 所以五者见恶语人未说爱语 所以用温暖亲切 给关爱的语言去改变这个骂人的人 六者见粗猛人起柔软相以柔克刚 七者见惠恶人能多忍辱 就像刚刚讲的 国王格力王杀忍辱先人 那格力王生气又傲慢造杀业 那是忍辱先人用忍辱去对治他 他知道说要用什么方法去对治 不一样的个性的人 八者见毒害人未起慈心 然后了解世间的毒害 那我用慈心去感动他 就像释迦牟尼佛度猎人 度猎人 先度他们的太太 然后再度打猎回来的男人 这样 那用什么方法去度不一样的人 第九见苦恼人未生悲悯 所以他已经过痛苦了 那我们以悲悯心去感化他 使者坚令人未行不失 坚贪令社的我们以不失的行为去感化他 当然这十条只是一个代表 那意思是说各位要了解世间像 虽然世间像是幻化的 但是你统统要了解 就像各位拿起报纸来 从头看到尾 那每一个社会现象 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 去对质 去显现 那你要用各种的方法 好 我们再念一条 这本各位就带回家了 最重要的 请翻到一百六十四页 如何帮助众生 所以所有的大乘经典 各位如果有时间 真的每天至少发愿两个钟头 研读不一样的大乘经典的内容 所以修行当然你定你的课 那像我们祖师大德留下来的 早课晚课的内容非常圆满 但它不会偏哪一边呢 那其他的时间 各位还说 反正一辈子那么长 像我很羡慕各位年轻人 如果你现在有时间 年轻人 你应该花更多时间在这上面 然后也花更多 一半不离开佛法 一半不离开众生 半工半赌 你每天花三四个钟头 深入精脏 打坐 其他时间去接触众生 而且要去结不一样的缘 你才会质量广大 那菩萨如何帮助众生 大家都知道 像观音菩萨这样 你一下 菩萨若修十种法者 善知成熟有情之法 何等为时 一则应以诸佛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佛像 二则应以菩萨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菩萨之相 三则应以圆觉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圆觉之相 四则应以身文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身文之相 五则应以地势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地势之相 六则应以魔王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魔王之相 七则应以梵王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梵王之相 八则应以佛罗门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佛罗门之相 九则应以差地力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差地力之相 十则应以长者色相而调伏者 即现长者之相 主有情等应以 云以如是种种色相而调伏者 菩萨即能 谁所应现别意之相 所以就像观音菩萨早就成佛了 所以他可以变成佛的形象 来调伏众生 那后面写的菩萨 圆节 生文 这些你都修得很厉害 四圣体 八正道 十二银元 你都体证了 六波罗密 你都体证了 所以就像你 你从一个银行的守门员 做到总经理 所有工作你都做过了 所以你要管整个银行 你没问题 因为每一个工作你都做过 你都从这样过来的 所以做一个菩萨 那所有众生的因缘果报 你都要具足 做一皇大帝 做上帝 做魔王 你都会做 就像一个演员一样 你就要演皇帝演乞丐 他都演得很好 他有那种生命的经验 演什么像什么 那做了菩萨 从佛到婆罗门到差地利 的功德他都有 都有 那是不能说因为我今天为了成佛 我不想回去做一皇大帝 我不想回去做一个长者 只是你是一种无分别的会 但是具足所有功德 因为这样去度众生 所以你要度众生 那你要随顺众生 横顺众生 对方需要我变什么 我就变什么 然后这样能够引导他 所以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神通变化 视线 所以佛陀还在 佛陀叫千百亿化身 西达多太子是佛陀的化身之一而已 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化身之一 佛陀早在几节 早就成佛了 他还不断地在视线 在化线 在用各种的形象 度各种的众生 最后一个167页 念一下 来 菩萨如何能过圣乐生活 菩萨若修十种法者得圣乐住 何等为时 一则正直 二则柔软 三则无禅取心 四则无称慧心 五则无染污心 六则具清净心 七则无粗狂于 八则断慧恶于 九则常行忍辱 十则具善爱乐 好 经典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们菩萨生命的戒律 所以菩萨戒叫无尽障戒 所以做不到的也要成为你的愿 你以持戒希望达到这样 那你才能够圆满无上菩提心去度众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深入精湛 要让自己有多方面的发展 那才能够帮助各种的众生 那四十一菩萨如何过这种殊胜快乐的生活 而不是一种欲望快乐 有副作用的快乐 殊胜的快乐 那当然你要做到这十点 第一个正直 人要正直 执心为道场 端正执心 不要弯弯曲曲 第二柔软 就是你不要个性太唐突 暴躁 你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永远不会伤害别人 亲切好商量 所以一个人你跟他讲话很难商量 这就很难跟他讲 这个人哪有进步的空间呢 他所有的缺点没有人敢跟他说 那不行 所以你要柔软谦虚 三者无残取心 就讲话 不要口碎 我才忘记 要正直 正直是对这些残取的 虚伪的 你要跟对方握手 你就祝你健康 你不要说我不跟你握手 等一下他杀我 砍我 那 因为他不好 你更要对他好 加持他 这样就好 不要虚伪 再来 逝者无称贵心 碰到逆境 检讨自己 所以各位不要生气 发飙怨恨 无者 无染无心 对对方无所求 今天 一个男生看一个漂亮的女生 很喜欢他 我对他性殷勤 目的呢 想跟他交往 如何如何 这个都是有目的的 因为各位要忠道 要忠道 要忠立 像我们修行人 特别出现 方外人士 对不对 关心一切 而不偏来变 也说这个污染心 你也不能耗名利 我一定要做主持 我要做有名的人 我要做会长 我要得到什么 特别是男女的欲望 六者 具清静心 做什么东西都有个正确的动机 无染 八者 无粗矿语 那既然你发菩提心 讲话要温柔 好听 不暴力 就像我早上讲的 对方就错 那你还骂他 那你还比对方还错 因为佛教绝对不会用恶口暴力 来解决事情 所以 八者断会恶意 污秽的 乃至不好听的话 现在有网路 很多人对某个事情不满 都透过网路来发泄 讲话 声音完了就算了 结果你把不好的留在文字 去攻击别人 就发表你对对方的不满 造成了社会的乱象 九者常行忍辱 那你这样生活就快乐 逆进来 本来我们是甘愿来的 这个世间末法 根本看不到真理 你要实践真理 要耐起孤独 所以那你不能抱怨 那因为 越能够忍辱你才有福报 所以各位不要忍不下那一口气 没有什么好不口气 哪有什么多吃一碗饭就好了 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大不了 别人把你这边 鼻子捏起来 还有嘴巴 两个天前我还有嘴巴 根本不需要去为这个事情起心动念 但是如果你要这个 你就会恨那个 就像一个女孩子 我要占这一份感情 我要控制她 那你就会排斥别人 有爱就有恨 那是自己找麻烦的 所以各位忍辱包袜 不生气 忍男女的欲望 你金钱的欲望 忍名利 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 追求你要服务社会 太多事情可以服务了 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得到那个位置 我要占有那个金钱 不需要 使者 聚善爱乐 那我们修善法 所以这样子对三宝有信心 爱护三宝 爱护众生 那我们每天 就像各位 每天去照顾病人 照顾别人 去祝念 那就聚足这种善爱乐 那如果你能够 这四条各位经常要回光返照 这个就是菩萨的镜子 叫法镜 那我的心要调整 我的心行为 身口意 要调整这样 那你有这个因 自然就有圣乐的生活 你不去制造这个因 怎么会有圣乐的生活呢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看病 叫看因果 今天你的病的因是哪里 你要去回光返照一下 所以五毒烦恼 你贪嗔痴慢于嫉妒 那你就五官败坏 你破五戒 败五根 其五毒烦恼 败五脏 那你好好去观察一下 而且不一样的贪嗔痴 就引起你地水火风的不调 那你好好的去回光返照 这个身体只是一个讯号 当你哪里出问题 或事情哪里不顺 那你就赶快回光返照 这是因为我有障碍 有障碍 那你要去去除 所以看经典 你只要随顺经典 要持戒 然后去法随法行 按照这个法去实践 那你一定得到解脱自在 还可以进一步帮助别人 所以重不重要 这只是除盖障菩萨经里面的一点点而已 所以各位 太好了 生命太好了 我好好的来深入经兆 好好的来弘扬佛法 推广出去 这个世间 忙的世间法 都在讲的世间对对错错 但是真实要去推广佛法的不太多 所以我希望各位组读书会 如果你是个老师 你读了高中大学毕业 对这个来讲不是很困难 这么多经典 所以最好像我们这边有中心 礼拜一读那个经 礼拜二研究那个经 礼拜三做什么 一定要排功课 出家在家都要进步 扩大对整个世界的服务 提升我们的质量 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要圆满 所以对我来讲 我虽然想帮他们 请他们找这个重点 我也不见得了解内容 因为我的解释不见得正确 但是我尽力做 四百八十条做不完 至少做四百条 八十条还要做慢慢做 但是你这样就 你的生命里面 永远有做不完的功课 但是永远很丰富 这样你才可以帮助更多的 众生跟层面 你不能说这个我不懂 那个我不懂 千万不要以世间的一点成就 还是佛法的一点成就 来蒙蔽自己 我认为我这样就满足了快乐了 因为不一样的众生 你都要去接触 要去接近 特别我们花年 我们花年有很多原住民同胞 那你要跟他们生活 学习他们的快乐自在 进一步 用快乐的修行方法 那这些都要努力了 所以特别是老菩萨 老婆说我老了我都看不不 看不不 别看了 整天吃菜念佛 没人就好了 没惊没顺 那这样太消极了 因为我发现很多老婆 他吃菜念佛 整天洗洗念 为什么那个不惯 那个不惯 阿新夫也打病 叔父那疼那疼 都疼 因为他不能接受身体的病 那这样就太消极了 所以各位你要有广大的 这些药 每一个佛法 我老实说 像我身体不是说 不会生病 但是我只要念佛经 讲佛法 我就从来不病 这样 以其停下来生病 还不如努力一点 天天难过 天天过 所以我认为 行菩萨老部分在家出家 大家要精进 整个社会怎么办 这些派贵的要车 你就坐在车上 每天都在讲 叫人要奉心 叫人要吃菜 叫人要祖鼻 叫人要友好 各位你很爱说话 都会勘识 你整个说话 不然你就白画地藏经那一本 你拿去念念看 那个内容很好 念久了变成你自己 变成了你觉得 搞不好我是地藏菩萨 对对对你是分身 因为你已经跟地藏菩萨 发心何为一体 就宣扬地藏经 因为不是宣扬这部经 是宣扬因果轮回 这个很重要 千万不要执着经典 我是专门弘地藏经 我是专门弘华言经的 我们是弘扬这个法 这个法 能够帮助众生 那所以有这么多经典 我们都应该努力弘扬 那希望大家六灾日都能够守 八观灾戒 那利用这个六灾日 以慈戒为基础 念佛念法念生 拿出四五个钟头去医院 去老人院 去海边 去河边 去浑墓 去接触众生 接触众生 像人在开店 你就坐在那儿做店员 你就知道五花十色 什么人都有 然后你借这个过程 去买卖东西 跟人家接触的时候 去使用佛法 你千万不要隔离世间 所以各位 哪一间的店员好 你去做一天 我给你祷拜 祷拜 你借这个机会去实践 你早上所听闻的佛法 文实修的佛法 那看你待人接悟 能不能达到正直 无禅许平等心 你要这样练习 所以不要讨厌接触 所以为什么 当然你守六灾日 那你不能吃晚餐 你要好好守戒 但是平常吃晚餐 是要度众生的 像我都躲到八斗很大 你会死命吃 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吃晚餐 你怎么没有机会 跟他谈佛法 我们要把情绪提升出来 变成一种悲心 一种愿力 去接触众生 去帮忙 那时候你内心 甚乐自在 所以我想 一定要突破自己 调伏自己 征服自己 要开发自己的潜能 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既播剧 薛龍 scholars 雪 词 作词 静 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沿着山林穿越帕湖的地 山与山之间寂寂的天 整个车队跑跑当倒 来到位于海拔三千多空时的高岭上 一群人怀着虔诚之心 反悟走上大葡藏室 卸着免法尊折的湖景 不思 兵分的给撒齐 在风中翻腿跳扬 转经轮 不实地转走着 穿过法印 淡路沿洞的湘云 然然神性 虽然气温低下 但天空晴朗 阳光温暖照顾着每个人 神殿 尊贵的祝词 莫切格外安心 早已在圣中的佩服下 随着浓服的法国余生 欢迎海淘宝石 一群人的到来 菩萨的化险难以思议 正如佛陀在诸大乘经典中所开始 菩萨获振圣火 为了成熟调补终身 愿让一切有其菩提心寒生气 菩萨将无碍的广大视线力乐入身 附近菩萨寺里 所供奉的主尊 莲花生大师圣像 就有着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主尊供奉的是莲花生大师 那这个莲花生大师 是并不是Share member自己打造的 那就是Share member呢 大概三十五岁的时候延期了 那他有一个弟子 那Share member的弟子呢 叫做丁真桑伯大师 那这个丁真桑伯呢 就是想说未来要贡献他的这个师父 所以打造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佛像 那丁真桑伯大师呢 就是叫他的徒弟 打造这个莲花生大师 那打造完了之后呢 叫丁真桑伯大师来看 那看到的时候呢 就是比例不对 身体的比例跟头的比例不对 头打造的大了一点点 所以就大师说这个不行 要重新要弄好 然后他们就又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重新这轮打造 打造完了之后呢 已经供上去了 再供人弄过 然后师父来看的时候呢 又比例不对 就是这个时候变成口小 甚至就大 所以比例不对 那这个时候师父就不关心的说 那就不用打造了 我可能要找其他的人 那就是暂时不用供人 那我可能早上啊 就是他的弟子上身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女生 就是大概八九岁的那个 非常专闻的一个女生 然后说买东西要不要 那这个弟子问说你是卖什么 结果从那个盒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连丝的头 另外是大师的佛像的头 那这个弟子说刚刚好 我们上师也会造这个连丝 那如果比例对的话 会我们上去 所以他就从那边菜篮这边 寺苗这边 然后上师看到了之后呢 非常的高兴 那立刻就这个连丝的头呢 放上去这个佛像上 就比例就刚刚好 那上师非常的高兴 说他要留下来 所以他就有 就问那个女生说要多少钱 去看的时候 那个女生就已经消失了 不在了 那上师说 那这个佛事很好 那我们可能 就是之后可能在 有症状 那些暂时放在旁边 那他把那时候 放起来就先上去 那上师还是觉得是 那个脖子跟那个身体 跟脖子中间的脖子的比率不对 然后还有一点斜斜的 所以可能将来会 人家都觉得不是很庄严 所以我们可能要把下来 那重新再弄好 那这个时候他 永和尚大师 佛像的亲自 寓言说没有动 或这样的 然后撒尔斯又想说 脖这个一个亲 非常的亲 非常的亲 所以说可能里面 没有这个脖子 里面那个都没有装造 所以上师大师 从这边挖一个洞 上面挖一个洞 要装造 脸是亲自 预言说非常动 这个里面已经有 我自己的脖法 和装造 这个都完美的 非常圆满 然后上师立刻就想起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 脸花生大师自己预言给予的 所以他就问说那个弟子说 你看到的那个女生长得怎么样 弟子说他没有看到这个脸 因为太大的那个光 现在这个光 所以没有看到这个亲眼的这个脸 那身高大概多少 那他们说大概这个寺庙附近可能长草 那个草的这个长度差不多 所以就那个上师认为是 他是一切初级佛摩 跟曼德罗佛摩的一个化身 可能实现出来的 所以为了要经验这两个佛摩的感恩 所以在脸丝方面打造了两个佛像 就是两个佛摩的佛像 那早期这边寺庙的这个名称呢 叫做邦卡寺 那后来呢 因为上师认为这是佛像 也是脸花生大师自己 也亲自这个预言所显现的 然后曾经柳花生大师也来过这边 那也柳花生大师的化身 佛像师也来过这边 所以这个之后呢 名称改为叫做 乌坚古鲁寺 就是柳花生大师的寺院 寺院里各个坛城的圣像 皆非常永远 诸佛菩萨护法诸尊 其众多的祖师堂塔 还包括佛葬大师 谢热免法尊者的塑像 与无数的佛葬圣母 宛若如来的净土 佛法的保护 充满无尽的加持 慈悲的海淘法师 为大众介绍了尊者一生的实际 及其为佛教所做的种种贡献 这一本传记 如果各位有空看一下 新人们讲出他自己的前五世 前五世 当然比较重要的就是做廉师的弟子 是多杰哲雄 连世的二属弟子 就是始终得上国王的法称 那因为他才能够把商业司盖好 因为商业司要盖的时候很多魔藏 那连世就跟国王说 一定要找这个多杰哲雄 他才能够把这个大殿盖起来 这里面都有写他的故事 但是这个多杰哲雄也是在家人 娶了三个太太 三个姐妹 各生一个儿子 那后来因为亲近了连华生大事以后 我就开始修行 而得到了 那叫飞行地 他修到可以飞 然后手上有个金刚诀 这座自十五世纪已经的 武丹国家级武器极其殊胜 但为尊重观黄碑顶 寺内浮上五号年 突然公开展示 那寺庙是前几年 因为地震 整个都到了 那这个 这个是重新所建的 那个也是师父的护子 还有师父的慈悲 还有各位大德们的护子 那这边的寺庙 也是大概八四季的时候 那连华生大事有利盈过这个地方 建筑了三天在这边这个闭关 那他也预言受集 就将来为他的转世 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所以依照他的预言和受集 所以在西藏 西康这个多米的地方 出现了这个 有一个西藏 那他从西藏 在这里 是大概他十七岁的时候 从西藏来到布团这个地方 然后西藏梅伯藏 是领导到这边了之后 就是建这个寺庙 那也是有一个湖 那小朋友可能看得到 那从那边去了一些福藏 大众 在四里古墩炒办 并护持道场 供养仁伯切 愿与慈悲的法师仁伯切 合影留念 愿结下生生世世的法源 天师曾说 福藏中各种的圣物或教法经典 都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 才会再现人间 因为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因缘 各个福藏都需要等到适合的时间 才能取出而流传人间 我们和其幸运 我们和其幸运 在今日能清见众多的福藏圣物 祈愿能在福藏圣物的加持下 触及解脱发行骗灾 离开寺院 海盗法师一行人 借着前往寺院 左前方的圣物像 朝礼福藏师 卸了免发尊者 当年取出福藏的圣物物 在这美丽清静的圣湖前 团员们争相与法师 及住持人波切合演 整片湖面呈现蔚蓝的色彩 景色相当迷人 湖畔上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还有冰雪尚未融化 山坡上小到旁 都还有着洁白的积蓄 来到圣湖的人们 并会为这美丽的景之所着迷 天气很冷 随行团员们 感念着福藏师慈悲的精神 爱着冰霜 纷纷在小席 捡起圣湖的石子 希望能得到廉师的眷顾 愿与大师的心紧密延解 上坡往回走的路上 大伙更看见天空出现流离光 盘旋在寺院上方 喜悦赞叹与加持一时弥漫诸位 众人仿佛就沐浴在 掩饰何许温暖的光明之中 告别了湖景五四 朝圣团驱车下山回到帕浦的街上 在一家餐厅 享用简单的晚餐后 随即启程 前往孤单的首度 停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